J'étais un charmeur solitaire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今天六眼中刚才已经跟各位预告了 我们现场来了一位医生 他是精神科的专业 可是他却是一个漫画的高手 我现在讲漫画高手不是看漫画的高手 他是画漫画的高手 为什么是高手呢 因为他拿过金曼奖的首奖 来 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在桃园行医的雷亚诊所的院长 专攻精神科的林子瑶 林医师 林院长 大家好 子瑶你好 子瑶学精神科 对 专科是精神科 专科 所以你现在漫画的比喻叫雷亚是吗 对 那漫画里面的角色也叫雷亚 也叫雷亚 所以就是画你吗 对 但是漫画角色跟现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漫画里面比较搞笑了 现实人生比较帅 这个应该现实是没有比较帅 漫画里面比较搞笑应该是有 你从小对学艺有兴趣吗 从小其实还好 从小我比较喜欢画漫画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当医生 其实是高中之后 然后爸妈希望我去当医生 你爸妈从事这个 跟这个有关吗 我爸爸妈妈都不是医疗业的 都不是 但是他们希望你往这个方向去走 你就往这个方向去走 对 对 对 开心吗 当医生 一开始当然是压力还蛮大的 因为医学员拼得很凶啊 对 不过后来发现能帮人 然后看到病患改善 或者病患给你很感谢 那个成就感是蛮不错的 你为什么想选精神科 精神科想选有很多原因啦 就是 第一个当然就是 以前在实习的时候 我们会跑过各个课 对 那我发现精神科 可以听很多人说他一些故事 那些故事有一些听了 对我话漫画来讲 我觉得算是蛮大的启发 那另外就是我奶奶自己 得了阿子海默症 就是失智症这样子 那那时候家里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那我希望未来就是 如果自己成为 身心科精神科医师 或许也可以帮助 类似的家庭这样子 好 刚刚在这个 林子瑶医师林院长 在这个聊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他的漫画 其实是早就已经开始了 远在他决定要当医生 念医学系之前 他就在画漫画了 所以他刚才会说 选择精神科医师 对于他画漫画来讲 会有一些帮忙 但是他之前就已经是漫画了 漫画更早 两岁就开始画小叮当了 你就喜欢画了是吧 对 就开始模仿小叮当 现在叫哆啦A梦了 对 没错 没错 以前叫小叮当 可是你在画漫画 喜欢画漫画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毕竟一路念书嘛 对不对 那个漫画在你的生活里头 大人不会忧心吗 当你是利用课堂时间画的时候 其实我爸爸妈妈也都蛮放心的 课堂后还是课堂上 课堂 其实我课堂上也会画 也在画是这样 对 就是会 大家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 就是把历史名人画胡子 画墨镜之类的 所以其实是我有空想画 就会画这样子 你小时候就喜欢画漫画 有拜过诗吗 还是就是画过诗 没有 有上过美术班 但是漫画是没有拜过诗 大部分都是看名家的 我喜欢的漫画老师 然后学他画 因为林子洋医师很年轻 他现在才33岁左右 所以你小的时候的漫画都看谁了 很多 最小最小 其实我就去图书馆 然后会待一个下午 或一个 甚至一整天 日本人就是 那个首总志同老师的 原子小金刚 怪异黑杰克 火鸟这样子 然后台湾的有看 诸葛四郎 然后大神婆与阿神根 你这个年纪也看诗葛四郎 我都有看 因为图书馆有的全部都没有看 图书馆有的啦 我想说你这个年纪应该不会啦 因为诗葛四郎 四郎真平那个是 罗大佑在唱过 对不对 对我全部都看过 那你后来在看的 对就是图书馆有的漫画 我就全部都看 因为小时候没有办法自己买 那你喜欢郑文的吗 郑文的 我知道最近我买了五张票 郑文老师的作品意境比较高 但他的画镜跟画风是很独特 你查出水墨画法吗 对对对 就是他是对我来讲 他是个大师级的 但是我小时候的时候 主要是看我刚刚那些写的 所以你在画 你在读书的过程 特别是后来到了高中 高三要考医学系的时候 那时候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个漫画在你的生活里面 到底是一种放松吗 是一种娱乐吗 对啊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幻化对我来讲 都是有疏解压力 然后会让我开心 甚至也可以让周遭人 开心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 他有没有成为你把妹的一个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吗 看了一个漂亮女生坐在那边 就该画四格漫画 如果是打篮球 可能还比较有用 我想画漫画应该没有用 对 真的吗 打篮球当篮球校队的选手 还有机会 我觉得随便一个唱歌 打篮球就绝对比画漫画 比画漫画 那个是 因为画漫画大部分都是 就是在家画嘛 年头变了 年头变了 这个年头变了 好 那你那个 我有看到 因为那个林子牙林院长 林医师 他带了几本来 我们之前我也看了 他意愿 比如说一系列的意愿也疯狂 都是四格的 对 那四格这个漫画 你特别偏好 是不是因为他最适合 你要表达的题材 比如说刚好短短的 但是又有一个规 又有一个完整性 对 画四格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的点子很多 时间有限 那就是说我在有限时间里面 要创作一个主题 那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四格漫画 那我小时候还有看一个漫画 就是那个老夫子 还有那个双翔炮 那他们也大部分都是四格漫画 所以我就是从那四格漫画 我觉得来表现我的一些想法 是很适合的一个媒体 因为像这个老夫子 朱德庸 萧炎中 你都知道 你很厉害 他们都是以四格漫画 他们是四大才子 因为都是我的朋友 都是你的朋友 对对对 都是我这一辈的朋友 萧炎中 他是都是我们的前辈 对对对 所以他们都是以四格漫画 作为一个 所以我想我刚才想说 你的四格漫画的这个起点 选择其实非常好 因为的确像你讲的 要一个想法 然后要一个剧情的推陈的话 四格漫画是刚刚好 太长了又太长了 太短了单格又太短 其实我觉得是各有特色 但是我选择四格 是因为比较习惯 但是未来我们也不排除 会画长篇这样子 好在这个医院也疯狂里面 事实上在介绍雷亚 就是林子尧医师的时候 还要注意另外一个人 叫梁元 两口 两口 那稍微我们下一段要聊了 所以你可以先介绍一下吗 两口就是梁德元 对对对 他是一个漫画家 对他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漫画家 就是漫画家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网路上认识的 就是我就是 你是看到他的漫画 对我看到他的漫画 我觉得非常好笑这样子 对我觉得他笑点跟我很近 那你们怎么合作呢 问题是 早期第一集的合作是我的原稿给他 请他重新翻画 那但是第二集之后我们发现我们默契度跟破产还蛮合的 就我现在是主要是负责想剧情想对白 他有时候想分剧给他来画这样子 他来画 对对对 我懂就等于是两人合作了 对对对对 OK 我们现在访问的那是林子瑶医师 他自己有一个雷亚诊所 那听说呢 媒体上在报道他的时候呢 就说走在桃圆市的借收录的诊所街上 那边都诊所街 意思说那边都诊所啊 对就一半诊所一半银行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 整片旗路上都挂着各种的招牌 可有一个招牌很不一样 上面有一个显眼的漫画人物雷亚 然后再仔细一看呢 玻璃窗 玻璃窗旁边的书架上 什么航海王啊 火影忍者啊 上百部的热门漫画 你会以为这里是漫画租书店吗 不 这里可是雷亚诊所 组织什么呢 失眠焦虑 忧郁 马上回来 每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养记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 作为一个医生 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 那却又同时是一个漫画家 这个两种角色放在一起 是蛮有意思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 包括以前在大学念书的时候 我们台大那个医学系的 很多的那种学生 其实都很有才华 虽然要说 他大概很多医学系的学生 大概因为聪明吧 所以他们其实要学 要跨出来学一些东西 其实蛮快的 但一方面也很可能是 他们要让自己的忙碌的 非常辛苦的 这个医疗的生涯里头 他要有一点点平衡 所以我 但我的印象是 很多人都会乐器 小提琴啊 钢琴啊 会的乐器 然后呢 有的人会画画 喜欢画画 那但是呢 有人写作 像我比如说 我另外的好朋友 像我也是你的前辈 王浩威他们 他们就是写作 画漫画的不多 医生画漫画有吗 应该这样讲 之前 写作的真的蛮多的 但是画漫画的 好像还真是 一开始你会觉得很少 但后来你会发现 因为我后来 画出了一点名气之后 然后就超多 医生跑出来了是吧 其实是他们原本就在画了 只是他们可能原来是比较低调 自己画跟朋友看 但是后来他发现 其实医生画 医院故事 大家喜欢看 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作品 就是也public出来 或者创粉丝团这样子 因为现在其实 网络的这种表意 网络的这种创作表达 太容易了嘛 不像以前 对管道比较通畅 对通畅多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让自己的作品在公共的 这个网络上面可以出来 大学的时候 其实是画给班上同学 笑笑的 但是后来就是有一位 算我的贵人 就是我们中国医院大学的 那个有一个刊物 叫中国医训 他的主编 陈宇归顾问 刚好是我家教学生的妈妈 他说那不然你就来医院 画医院故事 所以我从画班上同学故事 变成画医院故事 然后从那时候 每一起连载两则 从那时候开始 在公开场合连载 这蛮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像我们写作一样 你有个地方可以 再像写专栏一样的话 等于在磨笔 在磨你的写作的话 就是磨你的笔 磨你的看的事情 怎么样在文笔 文笔法上表现出来 对 那漫画也一样嘛 对 因为很多医生 或是主任 或是院长 看完会给你一些feedback 然后你就要很害怕 他们会怎么样 但是你在这个医院 也疯狂这个系列里头 有一位院长 金老大 金老大 秃个头 然后呢 常常被你在这个漫画里面 成为一个被调侃的 一个对象 对对对 就是他是演化 难道 难道没有一对院长 自己 自己就照这个 跳下来说 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说 不要再画了好不好 你这样一直画 我很尴尬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这个不是 现实中并没有考量任何一个院长 对 要赶快澄清 好 你在医院也疯狂里面创造了不少人物 对不对 对对对 那那些人物都有所本吗 应该这样讲 这个问题有限定吗 医院也疯狂有个slogan 是我觉得还蛮中肯的 就是漫画或许很夸张 但现实往往更疯狂 这我同意啊 对 戏剧或许很写实 但是真实 常常比戏剧还要更真实 对对对对 事实上是这样子 我的漫画有一个特色 所有的医学生 都是有这个医师 而且都是我的同学 而且我都没有改名字 但是所有的坏人角色 所有的 是假的 主任啊 院长啊 都是虚构的这样子 哎呦 你看这多会说话的 这多会说话 没有这是真的 为了保命 以前大家印象很深刻 日本也好 或者台湾也好 都有用白色巨塔 当做题材 来探讨这个医疗体系 医院体系里头的 各种的问题 基本上 我们现在讲好了 医院就是个大体系 对 那它值得我们注意的 到底在哪里 有趣的要在哪里 可以去发展的题材在哪里 因为其实 医师跟护理 或者是跟病人之间 他们的身份地位不一样 对 所以常常会有一些 对于疾病的认知落差 或是治疗的期待 会不对等 所以常常 病人想的跟医生想的 或是护理师 他们做的 不一定一样 然后有时候常常会有一些 误解或不了解 导致比方说 有时候甚至会有一些 影响到疾病治疗效果 比方说医生的意思是说 你要接受这个治疗 那你可能误会医生的意思 你就不打算接受 或者医生的卫教 你觉得接受度不好 你跑去性偏方之类的 其实对于病人的愈后 有一些不是那么好 那另外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 如果你能理解到 医护人员的故事 有时候你会多一份同理心 知道医生今天脸色很差 比较没有听说 可能是他昨天24小时都要待命 那有时候我们其实不希望 不需要病人送你 你只要跟我们说 医生谢谢你的照顾 我改善很多 而且医务人员就很感动 也就是说 你也提醒了我们 正因为是一个大的 一个医疗的体系 而且这体系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置 可是我们常常会 我同意你讲的 就是我们常常会忽略了 总觉得说你在这个位置 你就应该要向那个位置上 展现出来的 比如说服务人员就带着笑容 专医生就要非常亲切 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他们也是人 他们有他们在 在这个位置之后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之前 家庭的问题 个人生涯的某些处境 自己身体的健康的状态 我想都有 所以会交织成一个 他现在坐在你面前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表现的 背后有很多因素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创作很好的题材 对 但是你的这个医院也疯狂里面 有很多部分 哪些题材最容易吸引你 所谓的吸引 你是指说 就是吸引你想去把它画出来 都有耶 其实我的点子很多 多到可以画不完这样子 可能已经累积到 现在第八集 可能已经累积到第九集 但你都怎么样 你怎么样让这个点子不要跑掉 你都会做一点笔迹吗 会会会 因为我记性很差 我朋友都叫我金鱼 你可以看到第八集 贺图后面全部都是金鱼 大家都送金鱼给我 对 我会一直把想到灵感 赶快记下来 因为有的灵感是灵光乍显 对 有时候只是比方说今天我自己看成病人跟我讲一句话 就触发我一个灵感 我就把它记下来 这样子 对 那这种灵感来说你是怎么做笔记法 比如我们写文字的我们可能会写两个句子 对就关键字 你们也是写下来 对对对 但有时候因为写太简略 自己会 最后忘记 对对 最后 隔了一段时间以后那灵感回不来了 但是有可能几个月后 后晚间又想到了 对 所以你自己有个小笔记本 对我有个灵感memo 灵感的memo 在手机里面 差不多 跟我的情况一样 我都是用文件档在记一些那个句子 那你跟这个两人在合作的时候 你们刚开始合作的时候 就是说题材的部分 因为他毕竟不是医生嘛 他不在医疗体系嘛 所以是你丢一些想法 对 然后他就用构图 用情节来铺成 怎么分工法 基本上的话 依照现在的状况就是 我会把故事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出场人物台词动作 就讲那么清楚啊 对对 因为讲清楚他才容易理会 理会之后他画出来 才不会跟你期待有太大落差 减少不必要的资讯 资讯做白工 他会给我看分镜稿 分镜稿要不要修改 然后动作要不要调整 如果不用 他就开始画完整稿 那你们现在这些部分 都发表在哪里 现在就是在我们的粉丝团 医院也疯狂粉丝团 直接在粉丝团里面 然后同时在 这个一边听一边 可以上网查一下 对对 医院也疯狂的粉丝团 对对 就是现在还有在几个地方 有连载啦 像之前北荣的医学刊物 有连载 然后现在国语日报 也有在连载 那之前 台湾精神医学会 也曾经连载过 然后还有我一开始 刊登的中国医讯 这个医生可忙啦 没有啦 其实连载就是同步刊登 所以所以那个 不用特别多画 就是原来的漫画 再放在上面 好 这个医院也系列的漫画系列呢 各位可以在大校文化出版 他们帮他出版的 紫本的一系列 现在出到第几本 第八集 第八集 你们多久出一次 看我们的状况 最少也有一年一本 快的话一年两本 对对对 OK 其实书店都有卖啦 博客来经济商成品都有 对 通常在做这个漫画的时候 当你慢慢的 因为走出一个自己的风格 而且得到这个漫画界最高荣誉的 金曼奖的首奖 那别人介绍你的时候会不会开始出现 不是讲你是医生 而是说 来我们来跟各位介绍漫画 漫画家 蠻常发生 蠻常发生 对 要么就是叫我漫画家 要么就叫我十大节目纪念 对 就是比较少 不过医生还是会讲 但是身份比较 看大家开心叫什么 我其实不是很在乎 大家喜欢叫我什么就可以 得到金曼奖的时候 那个感触感想是什么 就很感动 就是很多年来 那么喜欢的一件事情 被大家肯定这样子 两人吐槽一下两人 两人在颁奖电影上面还哭了一下 他说他没有哭 风沙比较大 他说 我总我总 就是说画了这么久的漫画 终于在 至少在一个 就像我们主持广播一样 就类似你们金钟奖 对 我们拿到一个金钟奖 广播金钟 或主持电视 拿个电视金钟 当个演员 拿到一个金钟奖 或者是金马奖 对不对 就是一种 肯定 总觉得是终于被看到了 对 这个很关键 对 所以你没有流眼泪 你还是 因为两人哭得比较凶 所以我留了一点点没有被大家注意到 对 但你自己也很感动 非常感动 那两人他是专业漫画家吗 其实他当漫画家很辛苦 对啊 我知道 所以我才问你说他是职业漫画家吗 他现在是 但我们刚开始画的时候他还不是 他那时候很辛苦 白天当黑猫宅机变 晚上画漫画 对 两人我们可以约哦 制作人 我们两人可以约哦 你看他白天做黑猫宅机变 然后剩下时间空挡 就自己在画漫画 这个我觉得很理智 其实他的故事超屌的 对啊 很励志啊 非常励志 终于他站在漫画界的奥斯卡的讲台上 拿了金漫奖 然后留下他的眼泪 漫画家的眼泪 哇 这感人感人 我觉得我回去会被他打 这太感人 他会不会再听 他会不会再听 我有跟他提 你有跟他提 他现在没有在 没有在黑猫宅机变了吗 他现在已经终于成为正式漫画家 好 我这就要问这个 对 因为你是专业的医生 对 待遇各方面社会评价都很高 所以待遇也不错 那像做个职业漫画家在台湾 很辛苦 非常辛苦 对 他靠稿费 对 稿费 接案 扳税 可以维持生活吗 如果认真化的话 可以 但是待遇其实相对于台湾其他职业来讲 没有特别好 对 我相信 我相信 这是为什么说在台湾的漫画家 会这么那样的辛苦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要 虽然我还不认识梁元 我还不认识 林科威 梁德元先生 但是刚才经过你的好朋友雷亚 这样子来介绍 来推荐的话 我们会 我们要约你来 跟我们讲一讲 你如何从一个黑猫宅机变 走上了 走上了 步上了 金曼奖漫画家这样之路 好吗 我们下次来约你 来进一段广告 好 林子尧医师 也是漫画家雷亚 她在我们的现场 那她的书其实很有意思 事实上除了有一些幽默医疗医疗院所里面所看到的各种现象有趣的这些画面之外 她更多的努力是把她所能够理解的各种跟医学卫教的知识 把她融入到她的漫画里头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玩 然后里面呢 尤其我现在看到这一本是医院也疯狂的第六集 后面还有彩色版的这个特别片 还很好看 对 其实我们到后面就是希望越做越好了 对 一开始是全黑白 对 但后来就加上了彩色 对 印刷成本也稍微增加了一点 对 可是成为一个漫画家之后 说真的 会不会更加的使得你有某种使命感 就是说要透过漫画去传递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 有 真的 就会更加明显了吗 对 可是这样会不会使得漫画的好看度会降低 会 但是你要取舍跟达到一个平衡 因为你完全不好笑就没人看 对 但你完全好笑 你又 你希望能达到卫教这个部分 就不一 对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跟梁云讲我们有抓一个比例 我们那时候是希望至少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有卫教意义的 因为我们发现漫画对小朋友的影响力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大 对对对 漫画 对我的这个漫画目前已经连续三年获得中小学优良科幻读 然后很多我的同学他们有小朋友 他说他们小朋友看漫画会带进厕所里 然后还一直看这样子 这样真的很棒了 对 就是小朋友其实真的很喜欢看 对啊 所以 而且你知道你的你的这个医院也疯狂这个系列漫画呢 又很不一样说他多少还是传递了很多对医疗院所的一些里面的状态的介绍 甚至一些专业知识的介绍 那其实会让大家边看边学到一些东西 会记下一些东西 对我希望校中有学习 欲教愉乐这样子 对 好 其中有一个他在当这个医院也疯狂的封底里面有一个有一段漫画还真有趣的 他说呢这里面有一个漫画就说 听林医师说白跑是因为白色的缘故 那为什么开刀腹部做成白色偏偏要做成绿色呢 这好奇怪啊 这样不就是戴绿帽吗 说的也是为什么为什么医学院开刀房里面的所有的医生的衣服都是绿色的 你知道有原因吗 有原因啊 就是希望让他了解 就白跑其实有象征洁净不要受污染 然后如果有任何污染你因为是白色的 你会看见 就是讲究卫生 那开刀房通常会做成绿色的原因 所以绿色因为我们在开刀的时候常常会见血嘛 那血是很鲜艳的颜色 那如果看久视觉会疲劳 到时外科医师可能视觉上会戳乱或者开刀会有一些颜色的偏移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是红色的血液碰到绿色的开刀服他会变成黑色 黑色对于视觉来讲刺激性就没有那么高 哇 对 所以这个是一开始的时候在规划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先想到这种色泽上的 应该是当初很厉害的人想到 那后面的医生就是沿用 然后至于你讲的绿帽后来我们也有避免就是把帽子换成蓝色之类的 就是会不断的改良 各位看这个林子洋医师的这个医院也疯狂里面就有很多乐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有机会也可以在那边就学到很多关于一定程度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医学的知识了 当初上去拿这个金曼奖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表感想 有啊 我跟你两人都有稍微简单支持 那你当初感想的时候 我已经忘了 但是应该就是感谢非常多的人 因为因为一个人尤其我自己又不是漫画科班出身 如果我没有遇到两个人我也没办法得金曼奖 那就是在技术上他提供很大的协助 对对应该说没有他就没有医院疯狂 那我们两个都是缺一不可 那这么多的漫画专家评审 像其实评审就是你的朋友们 像夏威延忠前辈啊 他们还愿意就是给一个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很喜欢漫画又很努力的人 有一个机会 这我还非常蛮感动的 你现在平常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 其实很忙碌的 但是你现在平常就工作之余 你也会还继续看漫画吗 有啊 我刚在那边等待是在看航海王最新的单身本 最新的单身本 我超爱看漫画 就是一边看 同时也是加深了自己在技巧上 或者是故事上 没有啊 就是娱乐而已 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爽而已 那你那个跟病人互动的时候 也会建议他们 有时候看看漫画来放松自己吗 如果他 我会先问他喜不喜欢看漫画 如果有人喜欢看漫画 我就会 如果他年轻很小 是国小的或者是国中的 我会有机会 我就直接把漫画送他一本 因为我觉得吃药当然是一个选项 但是如果有人不吃药让他开心 那更好 你讲到这个我就要多问一下 对 你的病人里面有国小国中的 比例不高 但是也有 还是有 为什么这么小的小朋友 他们就会承受这么大的精神压力 不一定 比如说现在有的人是注意力不集中 过动症 那有的人是他本身天生就有点自闭 或雅思 雅思这样子的 对 那有的人是他有土睿 当然年纪轻的比例不高 但是还是有 那像这种的 他们看漫画看得住吗 因为晓得这些症状有很多都坐不住的 他们看漫画反而可以看得住吗 对 就是有的小朋友是打电动 看电视 玩游戏 看漫画顶得下来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些漫画对他们就有帮助 对 你学精神科医师的 你晓得 因为我过去也有好几位精神科的朋友 有时候 我其实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就会在想 人的 因为他们选精神科 就像我刚刚为什么会说 问你说你为什么选精神科 一样的道理 因为我觉得会选精神科当专业的医师 多少 他们对于人性 或人的内在的某些灵魂的那一块 精神的那一块 他们一定说蛮的好奇的 对不对 因为像方寸之内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 那当精神科医师当了一段时间了 你觉得你对于人的看法 人的理解 甚至包括对人性的内在的这种认识 像一年又一年的这样逐渐的加深 会有什么变化吗 你会真的觉得人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 然后这种难以理解 会让你在你自己的精神科的医师的脑海中 形成一种阴暗面吗 我觉得我自己 因为多亏我的记忆力不太好 所以我通常是工作跟生活是分很开 那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当然对于相关的疾病的知识跟人性或者是反应结果跟行为 我都很了解 但通常我下班之后我自己就会把那些都抛开 然后我就回到一个我可能是喜欢画画 喜欢看漫画的一个单纯的创作者的立场 因为我觉得精神科医师必须要想很多 但是有时候想太多 其实自己会有压力 所以我觉得还是上班归上班下班归下班 所以换句话你这样的一个心态 恐怕也是很多的精神科医师大概惯用的心态 他必须要把它区隔开 否则他就很辛苦 反而会想不完 对他会非常累的 那你跟两员在合作的时候每天都会沟通吗 有稿件的时候才会沟通 不过平常我们大部分都在吃饭看电影 像明年可能要去看一体玩家之类的 对 就是我们就是好朋友 就是变好朋友一起创作 那看电影的时候也会聊聊漫画 那聊聊漫画的时候也可能会讲讲电影的事情 真的也想想看 真的不容易 你跟他按理说你跟两员是完全搭不到的 原来就是原来的世界是搭不到的 对不对 你走你的医学精神科医师专业 他就继续当他的想要完成他的这个漫画家的梦想 然后很辛苦的一边在送这个快递 可是两人竟然因为这个合作的关系 就成为一个好朋友 然后常常就开始 也打也的确走出一块新的天地 能够得到金曼奖 这真的像看人生也很很有趣 对就是我也觉得蛮神奇的 对啊蛮神奇 真的蛮神奇的 你用神奇两个字用的很好 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巧合 你们其实是在两条完全不会交集在线上 各自过各自的 而且两个人的梦想都没办法实现 就现在合作以后 现在几年了 合作应该有三四年了 从第一集开始 2013 而且现在看起来这种合作的模式越走越好 就是大家两个人个性比较了解 可以省掉很多沟通的沟通的事情 那版权怎么分 基本上我会给他版税 然后另外就是比方说金曼奖奖金 我们就直接对分 对 几百万对不对 没有啦金曼奖如果有几百万 这个广播文化部部长可以听到吗 那个蔡大哥说要提高到几百万 没有金曼奖30万 蛮高的啦 30万一人一半15 比我们金曼奖高 那我当我没讲 对对对 比我们金曼奖很高 不过话说 你们那是已经是头奖了 对我们只有一个 就只有一个 那已经是最高的荣誉 30万是OK的了 30万OK 恭喜恭喜 那参加过之后还可以再参加吗 可以 每年都 如果你要报 你每年都可以报 对但是不一定会上 像我们去年就没有上 对 就是同样的模式 对就是他每年是 前一年出版的书籍 那我们前一年的出版书籍 去年是没有 他会先入围 他也比达奥斯卡 会先公布 但是因为你如果前一年是医院也疯狂 你隔一年又是医院也疯狂 不想起 对可是多少少 你晓得我觉得裁判的 评审的心里面会觉得说 你没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对所以也许可以考虑 可是反过来讲 有的评审会说 你还能撑到现在 还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OK 或者你也可以倒过来 以后就是医院也疯狂 你觉得不行咯 那好 倒过来疯狂进医院也OK 可以 不过我们现在 我觉得这个牌子 品牌做的不错 我蛮想要去医院的话 你为什么没有在大的医院体系里面发展 反而要自己出来开一家 艺人的这个诊所医院 其实我也带过大医院 台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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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带过 那出来不外乎是 第一个是时间 因为大医院要值班 值班就要在那边过夜 时间相对来讲 就比较被压缩 那第二个就是像你这样自由 因为出来的话基本上 我看的诊数我自己可以决定 那或者是说我要给病人怎么样的医疗品质 我希望用怎么样的方式来照顾我的病人 那我可以对他们做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 一个医疗的整套的 卫教治疗建议 那些甚至可以转介给我自己的其他同学 我觉得这样子还蛮不错 你已经很习惯用图像来思考了 所以你会像这种医院与疯狂里面很多感触 你会试着想用文字来表达吗 其实我以前写过非常多的文字 我最早其实是出了不少教科书跟写了非常多社论 我网路上的各大报的医疗味教可能超过100篇 那但是我发现社论其实尤其是医疗味教 看的人其实就是会看文字的人 就是很少数的很专业领域的人 就是会看文字的人就是会看文字 但是很大一部分的人其实喜欢看图像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图文作家会串起的原因 对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那我就开始画漫画 用漫画来作为教这样子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 荣获了漫画最高荣誉金曼奖首奖的雷雅 雷雅就是林子尧医师 她是一个精神科的专业 她跟她的这个曾经是黑猫 黑猫快递的这个漫画家 两元呢一起合作 让他们拿下了金曼奖 医院也疯狂 现在已经画到第八集了 这个出版是大校文化出版 你也可以上到他们的脸书的粉丝页 医院也疯狂的粉丝团 粉丝页上去看看 你就会知道 我们今天谈的这位医生跟他的朋友 实在是蛮有趣的两个人 radio是我扬起 就一起在一起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林子尧医师 在桃园巴德他有一个雷雅诊所 听说呢周围里面放了一堆漫画多少本 上百本 现在还有民众路过问说 可不可以进来看漫画 然后不要挂号这样子 读漫画 没有没有 他是坐在那边只看 可以啊可以啊 真的有人这样做 欢迎欢迎 那你会常常更换那些漫画吗 你会常常更换那些漫画 我就是看完 比方说我今天航海玩 看完最新一本 我就会放在那边 其实快放不下了 在你的这个医院也疯狂里面 当然我们可以注意到 一个当然就是说 医疗院所里面的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体制内的 互动 有一些有很多东西跟 卫教有关 比如说我随便翻的这一个 正确教你怎么正确刷牙 教你怎么样子 怀孕跟X光的关系 白内障 无氧运动等等 都是用四格四格 就把它传递出来了 对 因为 我觉得有些的医疗知识 是你如果在还没生病的时候 懂你基本上 就可以大幅降低 你生病的可能性 比方之前说有网路上有一篇错误的 戴口罩方法 他的说法就是说口罩有两面 一面是有色的 一面是白色的 然后那个网路消息在LINE群组里面疯传 还传到我爸爸妈妈那边去 他的说法是说如果你有感冒的话 那你的有颜色那一面可能就是朝里面 然后如果你没有感冒的话 你可能有颜色那一面就是朝外面 好 anyway其实这个错法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因为正常来讲不管你有没有感冒 你是健康的还是你是感冒的 有色面都一定是朝外面 有色 口罩的有色面一定要朝外面 对 然后白色那面一定要朝里面 那有的人就说这样我记不住啊 那我就会教他们讲道理 因为其实有色面它是辣面 它是光滑的 它可以让外面的飞沫进不来 它不透水 那那一面那个白色它是毛边的 它是吸附飞沫的 所以你如果咳嗽它会把你吸附 不要影响到别人 所以说你反过来用反而刚好就效果都是相反的了 对而且会害到人 而且让我最担心就是那个LINE群组 还有脸书的错误的新闻 竟然有十几万人观看按赞 你讲到一个关键 对 有时候很多专业人士会很无奈会很气馁 就是说他讲了个半死 没人听 对 可是我们说随便丢一个是是而非的东西 一堆人相信 对没错 然后还会害到最严重的 甚至可能因为这样影响到健康生病 甚至有人这样吃掉的都有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你 对 口罩的使用一定是有颜色那一面往外 对 白色的那一面往内 理由就是刚才讲的 有颜色那一面 蜡面 它可以蜡面 它可以防堵 那外面的这个脏转器 飞沫 飞沫将进来 那里面那一个呢 是让你吸 比如说你真的 咳嗽 鼻涕 鼻涕 它会把你吸下来 所以一定要记住 颜色那一面朝外 白色那一面对着你的口腔 鼻腔 这个是正确的使用方法 对很多 那包括点饮药水 那蔡大哥知道怎么点饮药水吗 点饮药水不就是把眼睛张开来 然后拿起来这样子点两滴 这个就是不标准 其实真正点饮药水的方法是要拉下下颜碱 拉下下颜碱 然后这边其实有个空间可以储存任何的药品 所以其实不是点在 那头要不要抬上去呢 抬上去会方便你点在里面 所以所有的眼药大部分都是拉下下颜碱 拉下下颜碱 然后点在那个沟里面 它会自行吸收 就可以了 不用说我上下这样拉开来点到眼圈 因为第一个眼到脸里面 它也是往旁边扩散 然后很容易被睫毛吸附到或是散掉 甚至从眼角流出来 对对对 这个我最近那个 我的好朋友钥匙米爸爸也有话 也有上新闻 就是说点饮药水这么简单的事情 其实大家却都不知道正确电发是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平常有些小动作 小动作会影响到医疗 但是但是它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那我们用漫画画出来就很有帮忙 对就是让大家不要信什么偏方啊 其实你光是光是出一本这种 专门的各种的一日常生活里面的医疗保健的 这种错误的观念的更正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 对比方说我昨天在讲一个 超多了你没办法想想 哪一个 流鼻血的时候 流鼻血 流鼻血 就是我们以前挖鼻孔流鼻血 我看到正妹流鼻血 对 请问捏鼻子的时候是要往前起还是往后起 什么叫捏鼻子 就是说捏鼻子要让它止血的时候 我只说头是往前 还是往后 往后还是往前 对你看你就开始犹豫了 你这样一讲我当然就敢来讲说是往前啰 因为我们通常是往后嘛 对是往前 但事实上是不应该往后的 应该往前 往后因为会怎么样 对 协议可能就是比方说会流到 流到可能是鼻腔或器 没错没错 其实是往前 可是我们习惯性的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往后 对 所以其实这些有一些观念 包括说脊椎的保健 就是坐姿怎么样坐才不会容易脊椎脱一化或长骨刺 比方说最近有个新闻就是扭脖子 对脖子不好 对对对 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这样会拉一下 觉得脖子很痠累的时候就这样拉一下 对 还有其实我在大概在第六集的最后吧 我印象中不知道第六集的最后还是第七集最后 我也将要把所有的错误作之做出来 那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再犯这样 因为我以前曾经也是不了解 哇你这样讲好我这个 应该是第七集 对我说我要好好的看一下 因为讲这些可能都是我的问题了 应该说是大家的问题 对就我们就是观察到这些事情 希望借有漫画来帮助大家说 不要犯了这个生活习惯的不良习惯 导致说健康受损 反正就是各位刚才刚才已经听到几个了 就是流鼻血的时候 如果你要捏住这个鼻子 不是头往后仰 头往前倾 头往前倾不会这样一直流出来吗 基本上你有压住那个出息点 他是比较不会 他就不会了 对对对 好 那最后节目要结束之前 在这个疯狂 医院也疯狂 第七集的最后呢 我们的这个林子瑶医师呢 有在有画出这个部分告诉你说 驼背不对 斜坐也不行 翘二郎腿也不行 我现在就要翘二郎腿 脊椎侧弯 还没没坐没有坐好坐嘛 也不行 向前倾也不对 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什么呢 放松肩膀不要耸肩 前臂呢有支撑 而且平行地面 有椅背支撑背部最好 夹脚大概是90度到110度左右 大腿要被椅子支撑住 是不是 对对对 其实看图比较快 用念的大概他们不会 他没有概念了 对对对对 脚板要平放地板 对对对 两眼要平视 那个荧幕的电脑 它的原则 就是我讲的医疗如果你讲到民众懂 他们很好吸收 就是原则上就是分担脊椎的重量 不要让任何一切脊椎太过于沉重 对好 医院也疯狂 这个系列 这个雷亚跟两元 他们一起联合创作 但是雷亚就是来我们现场的 这个林子牙医师 最后要问你一下 因为你是精神科专业 我们我们送给所有的朋友 一个人要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保持 自己精神上的这种健康跟愉快 喜欢自己和喜欢做自己在做的事 喜欢自己 跟喜欢自己在做的事 可是你刚好讲这个 很可能就很多人都没办法 他就是不喜欢自己 觉得自己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然后也不喜欢自己 现在做的工作 觉得好闷 我干嘛要一直当快递呢 我要画漫画 我要画漫画 两元不就这样吗 对对 所以两元现在还蛮快的 所以说要喜欢自己 喜欢自己做的事 对 如果真的发现到 实在是不喜欢呢 要改变 就要看状况 不过最好还是希望 你做的事是你开心的 这样对你整个心理上的健康 是蛮大帮忙 我们今天访问林子瑶 林医师 我自己是有一些感触了 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 你看看 如果林子瑶医师 也可以就只做他的精神科医师 然后也可以做得很好 很专业 可是他如果能够分一点心 来做做漫画 然后做了漫画之后呢 又能够让他的医学的专业知识 味教知识 可以放到漫画里头 他等于在推广一些医疗的 工位的一些知识 你晓得就越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越多 越多以后呢 某种现实里面的不快乐 或者是压抑 就得到很多的疏解 人生不是这样吗 对 所以我觉得这样讲 这样一理解的话 各位就知道 今天林子瑶医师来我们现场 来一方面介绍他的 医院也疯狂 这个系列的漫画 一方面呢 也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人生的处事的态度吧 非常感谢哦 下次我们可以约两人一起来 我回去跟他讲 我明天会遇到他 我一定要跟他要访问一下这个黑猫 原来是黑猫 这个宅急便的这位帅哥呢 他如何变成一个漫画家 这个太有意思了 感谢 也希望你们两个友谊长存 漫画不断 谢谢 我是蔡时平 五点到七点节目 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 待会呢 请各位聚收听 由DJ直昌 为各位主持的What's Up Music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